在一起十年 結婚兩年 我們因為這個我們發現 這些問題都存在在一起 大家一起聊 把他撕掉 來 第一條 技術不佳 變換知識就出事 這個是誰要講的 這個我跟你講 是因為我老公他很喜歡看一些功夫片 功夫片就會挑戰一些高難度 高難度是他就想 比如說NONO 要換 要換知識了 沒多久又要換知識 他最擅長什麼知識 是高技巧的 怎麼弄 其實就是大家都自己家人 今天學術討論 就是 過來 站起來 就是有時候看電視看一看的時候 就是會抓住他單腳 單腳 然後就是開始 你要抓好肩膀 然後就是開始這樣子的 邊看電視 對 就是這樣看電視 然後做自己的事情 對啦 你沒邊看巧虎這樣 然後他有時候會跳上來 就是你那隻腳會跳上 對 就是類似這腳 對 後車變當 然後夾一夾會到上面去 就變成是他一直換 為什麼要邊看電視 這樣不會分心 不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既然有大量的時間 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把運動融合在裡面 了解 一肩二褲 摸蠟仔兼洗褲 其實是 因為就是 到最後你說什麼體能什麼 中規還是就是 沒有 因為聲打是一個時間管理大師 就是說 對 你看 你剛剛不是說反手浪費時間嗎 對 你去央央市場的吧 你把它跟健身融為一體 對 好 來 繼續 因為他本來 因為他以前我就覺得他很OK 就是 因為畢竟我會嫁給他 就是因為我們以事成主顧 因為他就是 可是他這種人就是處女座 他想要一直要求完美 就一直不斷地精益求精 是 然後導致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挑戰 因為有一些女生就會習慣一些 舒服的就好 可是他一直換 換到最後你就覺得 對 就覺得有完美 就有 對 講到重點了 就講到到底要玩多久 因為有一些姿勢有點複雜 所以我腦中已經想好那個東西 怎麼擺了 可是因為對他來講 他還要專注在這個姿勢上面 他就沒有辦法 用感受 但是偏偏若綺他是左右不分 我說你這時候右腳 他就這樣左腳還右腳 就這樣左腳右腳 會搞不清楚 你往右邊轉移 然後他就會把我頭說 你左右搞不清楚 然後有時候手肘會槓到我這樣子 這樣你會不高興 不是不高興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家有冷氣在吹 就是我就說 終於喬到的時候 冷掉了 風乾臘腸 他風乾就變成前面的東西白搭 因為乾掉了 乾掉了 不是我是他爺爺的 可是臘腸是乾的 對 然後我剛才講那一招 那一招其實是非常 就是很開心 到哪邊都OK 可是偏偏若綺又是 他舒服的話他會軟腳 但是那個東西其實他要頂住我 結果他在這邊軟腳 就變成我這樣抓 NO 然後就變成我們兩個 就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 這種在 他就是原地一直轉圈 然後我就會很想笑 我就會突然就笑出來 我就到了第二條 就是黑秀笑堂 沒有 這個黑秀笑堂是 我也有一種就是症候群 又不能還手症候群 當然有這種 就有時候譬如說 正開心的時候 你就想要摸他或什麼 然後他就會把你手會打掉 可是他就只能他摸我 就是他掌控欲很強 所以他有控制 妳不能摸他 他說這個節奏他來帶就 他說你這個不用懂 他就要來走道 可是有時候 妳不要聽到假話 對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你知道情欲比較高漲 所以你就想要看對方 所以比如說你在背面 他就想說要看他一下 然後一轉過去對不對 我這樣看他 他又把我弄回去這樣 想說什麼意思 有時候就是想要 那個眼神交流 你知道嗎 因為男人在那個時刻 他需要一點性幻想 他看著你的後腦勺 他在想人一山上優雅 沒錯 你突然轉過來 你把他拉回去 就撞到 他每一次那個轉頭 而且他的柔軟度又不錯 他都從一些突然大法師 那種角度突然這樣 要看我 很可怕 我想要跟他這樣子不行 這個時刻 你看我幹嘛呢 你就讓我做我的事 然後為什麼 他不能摸我 因為我從背後看 就已經很好笑 就是他頭會一直想說奇怪 然後他又要摸我 就會感覺 怎樣 還是 那一次這種東西 我以為我能成 我就已經盡力了 我在背何 你不要在這邊一直搞笑 然後他一對到眼睛 你就笑出來 不是 而且是那種 比如說你開心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想要叫 他咻 他在這裡咻 對 他就幫我嘴巴 他幫我嘴巴無封 然後無封 你還笑人家咻 對 然後無封以後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 精巧巧 什麼 小鈴鐺 你們也聽過他的笑聲 不是 因為你怕他吵到鄰居 是不是 我懂兩聲大 怎麼你說 因為你笑起來 你叫起來 跟火雞沒有兩樣 是 你會讓森達覺得 他是跟火雞在交陪 是 然後我們樓上的鄰居走路 其實懂 都聽不到 我是聽得到 他這樣叫 阿姨一定也想要 我想說年輕人真的很煩 因為珞琪 她一旦重情大笑或大叫 就 咕嚕咕嚕 是 所以我是覺得說 很好笑 我知道你很舒服 但是叫其實是不必要的 你追求一個無聲的境界 極致高潮 但卻無聲 就是看動作片 然後關鏡的感覺 就是很忙 但是沒有聲音 好酷 這個比爐內高潮還難 好難的 所以就是一個無聲的喜劇這樣 就是每次都覺得 每次都是以歡笑收場 你就覺得沒有完成 但是就是以歡笑收場 那至少是歡笑的 是啦 來 第三條 感覺來了 時間不對 好 這你說 你說上節目講你什麼 對 因為他常常抱怨說 我一直不找他 一直閃砲 然後到現在外面叫我 閃砲 其實真的不是 我有講 等一下喔 是閃電俠 對 他是閃砲 閃砲 就我其實沒有在閃砲 你們也知道 我剛剛就是在經營一些 我有在經營 就是讓他融合運動 然後一直變花樣的 我是認真的 但是他有時候就是他 他睡覺的時候很可愛 他有時候會打呼或什麼 但有時候那時候其實 我默默的看他 我已經壓起來 就是我這樣看著他 我就已經壓起來 但是他在旁邊就是有那種 小豬那種 很可愛 我就會不忍心去打擾他 就是如果說起來 跟我弄 就是會有那種 尊敬 對 我會覺得好像破壞了他的美夢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你靜靜的就給他 微微的打呼這樣 對 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樣靜靜的欣賞他 那剛才是不是我自己浑濁了 對 沒有 講到我自己浑濁了 所以我自己浑濁了 因為他的眼神跟身心靈 我會覺得隨時看到他 我就覺得很平衡 為什麼要把他抓起來 搞到那種雞毛鴨血 對 因為他這個人很奇怪 因為我是屬於感覺派 他屬於預約派 感覺派就是很像平價小吃 預約派就是高級餐廳要預約 可是感覺來就說他出發 老公我現在就是要來 他就說後天 後天 如果後天靠 卡到有工作 他說工作當天不行 前後兩天不行 吃飯前後一小時不行 然後洗澡前後也不行 然後洗衣服也不行 他說生日也不行 但是如果爸爸生日可以 就家人 然後玉琳哥生日也 前後幾天都不行 為什麼 他要捷徑 他清明姐也不行 對 因為就是要去慶祝 比如說像美姐你會介意 如果你介意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你一起排進去 就是你生日前後 前後我們也都不行 我不介意你 你隨便我生日都排一下 好 我們節目那個週年 對 週年 那天也不行 也不行 然後這個時間他排下去 要排 然後我就說 你跟我講對不對 然後那個國父誕辰紀念日也不行 對 都不行 他說只要是有要慶祝的 聖誕節一些都不行 植樹節也不行 都不行 只要是有節慶都不行 520總統就職日也不行 各位我們為什麼不行 第二天有工作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 隔天會覺得自己腿腿的 就是因為我們有時候會去 他不會比較清醒嗎 不會 你會覺得兩眼放空 然後覺得好像腦汁少一點 你的姿勢太多太累了吧 對 沒有 就是會影響專注力 對於我來說 他就會說 那我就預約表印拿出來對不對 我說那什麼時間可以 他說除了這以外 其他都可以 其他都可以 其他都根本就沒辦法 根本就時間都預約不上 然後就是一直就呈現一個 就也很久 妳好辛苦 妳每天都要吃米其林 然後而且今天最近呢 就是最近我就約他 他說不行 因為我們那天9點開始弄 他就說 如果你現在開始弄的話 他就看不到11點熱炒店了 的確 什麼 要做兩個小時 他就看得到誰了 所以他說 今天熱炒店我們就不能看 因為他就要更早 就可能是 7點或8點 我跟你講 你9點弄 一定看得到哪 而且另外一個伴了 我們都是邊看邊弄 所以都看得到 你頂多弄到10點 都看得到 我們問一下林湘 你覺得怎麼樣 他們還有沒有救 我覺得他們這一組很有趣 無病身癮 對 來 評論一下 他們的性生活就是在打鬧一樣 所以我覺得感覺會很快樂 如果你另外一半像揚聲打 這麼羅里巴索的 羅里巴索 妳可以嗎 可是我會覺得很好玩 可是他一直跟你換姿勢 我會覺得很好笑 想笑就不會有那個 我就會笑出來 然後我就獲得快樂 就我不一定要從性愛中得到快樂 我從他這個過程中 我得到快樂 所以他們有要性愛愛的快樂 那是要好笑的快樂 我要好笑的快樂 那幹嘛做 就講笑話給你就好嗎 就講笑話就好了 那好像也可以 那你去翻笑話大幾拳就好了 不行 要另外一半給我 對 給我那個好笑的感覺 所以你覺得他們無病身癮 其實他們很幸福美滿 就是看起來就是在打鬧 而且也 雖然就是預約制比較搞笑一點 但我每次要預約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有趣 就說 我想要預約這個月的哪天 其實那個會有一種期待感 對 所以上次錄完 我回去就剛好是那一天 我就要趕快回去 不然就錯過那一天 錯過那天就要等下次 就要等很久 而且我是要預約 但是我是不用前戲的 就是妳說 他只要發現 他說妳說妳今天有空的 我一拿下去就是槓子 我就是不用前戲那一天 每天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是說不用前戲 他不用 特殊才能 跟那個Howard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聽他們 他們比方說 今天比方說禮拜四 他們預約禮拜六對不對 對 生日禮拜六 早上9點鐘醒來 自從在槓在那邊 可是他們是晚上9點才要坐 歡迎來槓 他下午沒事幹嘛 來我家跟我聊天 也是槓子 對 我還沒 對 他已經離開不近了 沒有槓 在那邊等著 我們問一下 一斤 你覺得他們怎麼樣 他們應該還OK 就其實 犧牲我還不信 怎麼可能 老實說我覺得這算滿嚴重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女生很樂在其中 就是好看 因為嚴重是為什麼 因為陽生男友控制狂 是嗎 不是 就是第一個 那個變換姿勢這件事情 就是男生應該都知道 如果不斷地變換姿勢 某種程度可能是想要延長時間 妳也是女生 妳喜歡男性的伴侶 一直變換姿勢嗎 不喜歡 為什麼 我以為妳們很喜歡 沒有 因為會一直分心 因為A片就這樣演 沒有 我換姿勢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會瞬間空掉 他的那個堆疊的感覺 會沒有辦法上去 他會 然後就掉下來 所以 累積累積累積 一個感覺快到了 男生突然變換姿勢 哇 解了 重新再來 沒錯 所以其實女生要的 並不是一直變換姿勢 而且就是妳會 比如他說跳上來 妳就擔心說 他腰會不會垮掉或什麼 妳會擔心 女生就沒辦法很盡情的 去做男生 女生應該是要一層 沒有什麼資格講 我以前也是一個不錯的 好手 我以前 我還開悟了 對啊 我有一個規矩 如果7點 7點以後我大概就不做了 因為我怕 你這一點沒有 我沒有7 你沒有7點 你也是9點 我是9點 他懂 這段時間就不要搭給我跟玉琳哥 對 我覺得就是剛才說 太久的話 女生也可能會乾掉 像剛才說 女生的 居點是社會縣 其實是一部分正確 其實在解剖學上來說 居點 女生的社會縣會 演化成一個叫做 撕泥機勢線 它就是潮吹的時候 噴出液體的一個縣體 所以說如果太久的話 引導的分泌會減少 確實是容易乾掉 在醫學上 潮吹到底是尿還是 攝污線的液體 其實你是看它 攝出來如果是 量很大 很透明 很清澈 因為這種大部分是尿液 如果說真的 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比較黏稠 這種可能就真的是潮吹這樣子 對 所以要這樣來分辨 對 剛剛有講到 我突然想到 就是它不是會邊運動 邊什麼 利用時間做嗎 對 其實這件事情 長久之下會養成你自己 攝經濟習慣會改變 那對於有一點年紀的人 或者是他每天都很疲憊的人 來講的話 他以後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更容易軟掉 所以盡量不要分心 不要結合同步其他事情 純受性就對了 就是 啊 就結束一下 專注 對家人這樣子 可以 自己家人 當然 就對了 對 就是這樣 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受性 真的 人有理性跟感性 是喔 我們當然平常 正常生活是理性 可是這種事情 不只是感性 就是純然的受性 人就是生活也這樣子在交替 就跟星星 月亮 太陽一樣 我們就這樣生活才會豐富 上一秒在聊旅遊 聊一些財經 下一秒 他怎麼弄我這個人 這個人設是OK 好 好